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先开感应篇 第一 一百一十节 也有两句 所作无疑 怀家外心 诸节里面讲得很好 世间万事 转眼即空 稍稍头脑冷静一点的人 都能够体会得到 尤其我们生活在乱世 回想想自己 过去这几十年 漂泊不定 这个转眼即空的体会 非常非常的深刻 我这几十年当中 从小 还能记得了家乡的事情 九岁离开家乡 就再没有回去过了 每一住一个地方 从住了几十个 城市地区 深深体会到 到这个世界来 是做客的 是来旅游的 是来旅游的 唯有吉得行善 为人民服务 帮助大众 解决困苦 这些事情 深深适适 能带得去 所以古生先先教导我们 能带得去的 要都做 带不去的 不要做 财产带不去 妻子儿女带不去 你所行爱的 这些物质上的受用 一样都带不去 如果只是在这个地方 用心去经营 就错了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世界 做错事情的人有多少 是比比皆是 事出世间的 大圣大行 都是教导我们 要做 能带得去的事情 吉得雷公 从哪里做起呢 佛在一切经论里面 教我们发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 很少人能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儒家教学 在过去 从童子 七八岁的时候 就要念寿司书 大学里面 大学里面 给我们讲的 纲目 就是佛法讲的 菩提心 我们进中学会 总务 李文法居士 最近也结婚 我送个礼物给他了 他要我写几个字 送他 我写了八个字 祝福他 迷离他 期望他 这八个字 前面四个字是 智贫 出击 恐怕现在懂得这个意思 就很少 智过平天下的基础 在家庭 后面一句 大道之实 大道是什么 成佛之道 朱安凡 成圣之道 这是开始 婚姻是大死 家庭 是事出事发的根基 我们现在在感应篇 念的这一段 全是这样的家庭 所以 世出事件 圣贤 教化众生 教的是什么 教我们做人 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育 不会做人 不会做人的人 就造业 造业的古报 这三土 往年 我在台中求学 我请求李老师 跟我们讲理计 我请了好像是六七次 李老师才答应 跟齐勤 讲其他的经论 不一样 其他经论 一次齐勤 老师就答应了 他不肯讲 然后告诉我们 为什么原因 他说 我跟你讲 你们肯学吗 李基 在佛法里面讲的 是行经 你是要做到的 落实的 给你讲 不能落实 那就算了 不如不讲吧 我们齐勤的次数太多了 老师勉强 跟我们说 开头第一句话 他老人家讲 我讲理计 不是让你们懂理 目标不在此地 目标在哪里呢 希望你们在社会上做人 不至于被人讨厌 目标在此地 这是把理水平降到最低了 你能够懂一点理 在社会上 不会被人讨厌 不会被人厌弃 我们学了这么一点 也很认真努力去做 在这个社会上 做得圆满不圆满 不圆满 这个社会上 讨厌我们的人 还是很多 误会的人很多 毁谤的人很多 什么原因呢 我们要回过头来 自己反省 我做得不够好 永远在反省 诸佛如来 孔父子 孟父子 这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行 那做得够好了吗 现在人 毁谤佛的还很多 无辱 孔老父子的 我们还常常听到 九十年祝福如来 像孔子这样的人 做得还是不够好 没有办法做到 让天下人都赞叹 可是 一定要认真努力向善 我们怎样 才真正 让德行 在心形里面生根 这个辱佛所讲的 完全相同 其家 你要有一个家庭 先修其身 生不修 你那个家就不成家了 先修身 怎样修身呢 那先要修心 身的根是心 心要怎么修呢 卢家讲的 各无知之 这是根本 德行的 大根大本 我们不在这上 认真去做 一生 无论你修什么法门 事处事件法 你的德行 决定没有 你还是造业 还是业生 无量无边的过时 犯这种过时 自己不知道 自己知道了 那你就觉悟了 你就是个明白人 自己不知道 自己是个糊涂人 各无是什么呢 放下物欲 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 名利同学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 立养 远离 五语六成的享受 这才行啊 如果对这些放不下 你的心就不振 心不振 神也能得振 所以佛 这个儒家也是 第一个 各无啊 物就是物欲 我刚才讲的了三句 就是儒家讲的 五 各是什么 要跟他格斗 从现在的话说 战胜 物欲 我们要有能力 战胜 自私自利 战胜 明文立养 战胜 五语六成的享受 新加坡 许哲俱斯 做到了 那么这个在佛家讲的 心断烦恼 你看看四红试验 烦恼无尽试验段 就是儒家的狗 法门无量 试验学 就是儒家讲的 智制 假如 你烦恼没有断 你想学法门 决定不能成就 这个不能成就 就是说 你决定不能够开悟 为什么 你有障碍 你有烦恼 习气的障碍 你怎么能懂圣贤之道 所以你不能成就 这个道理我们能懂吗 懂的人他肯干 所以 尤其是我们读佛书 佛书讲求开悟 不但是禅宗要求 大车大悟 教下了 也要求你大开圆解 念佛也讲求一心不乱 这是真实的功德 极德雷工 要从这里做 不能够放下物欲 什么都不能成就 事法都不能成就 何况复法 这个事法讲的是 人天果报 也就是人天果报 你决定不能得到 你死了以后 三途去了 这个事情 我们要清楚 要明了 不要搞了一辈子 将来古报还不能够特立三途 这个冤不冤枉呢 这一桩事情 大意不得 为什么 许许多多学佛人 都落在山土 厌于所谓的地狱门前 生道多 这是实话了 不是假话了 出家人 十个人死了 九个多地狱 什么原因呢 把经论念一遍 仔细想想 你就恍然到 自己齐心动念 跟佛菩萨的教诲 完全相违背 你不学佛 你是一层罪过 学佛是双重罪过 什么呢 破坏佛法的形象 破活活生 这个罪过不得了啊 但是现在一般人 对于这些事情 疏忽了 遗忘 纵然做今 听讲 自己也没有把这些教诲 当做一桩事情 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代人家屋 依旧随身烦恼 不肯改过习气 换一句话说 他还是走的 三我道 三我道 贪嗔痴 想想 我们生活 除世代人家屋 是不是以贪嗔痴 果然一贪嗔痴 那你走的是三我道 贪嗔痴 三样都具足 地狱道 三样里面 没有成会 是恶鬼道 三样里面 贪嗔都没有 还有欲嗤 欲嗤是 对于离四 争望 邪阵 是非善窝 搞不清楚 颠倒了 这欲嗤 除无声道 我们冷静了 反省 想象自己 奇心动念 是不是贪嗔痴 通通居足 果然如此 我们心里就清楚了 我决堕地狱 前途一片黑暗 前途一片光明的人 决定是放下贪嗔痴 一心念佛 求生 净土 还没去之前 还留着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 为一切众生 佛 现在这边人说 做义工 做义工 就是行善 念念 熄灭 贪嗔痴 一心向福 求愿往生 这是极德 极德修善 这个前途是一片光明 我们这一生 没有空过了 时光有限 人生苦短 一定要把机会抓住 每一天 读经 我跟同修们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造成度经 的造课 是提醒自己 今天一天 生活 严刑 不违背 经典的教训 晚安阔 堕完之后 反省 佛教给我们做的 我们做了没有 佛教给我们不可做的 我们有没有遵守 晚安阔是反省 是节点 是忏悔 改过自心 这个早晚阔 就是功德了 绝对不是 早晨晚上 把经念给佛菩萨听听 佛菩萨就喜欢你了 那有这个道理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经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 是念给自己听的 教会必须要记住 一教奉行 这是佛对于 我们的大恩大德 我们报答 佛菩萨 就是 幸运受持 这是真正报恩 这个年纪的意思 这个年纪的意思 还没有尽 我们今天 时间到了 就讲到这里 20年纪的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